走進NBA球衣的世界 看到服裝大多是紅白配色 原因是搭配年後就要登場的明星賽 睽違32年重返芝加哥舉行 說到這個城市 很多人第一個聯想到的 就是籃球大弟Michael Jordan 經典款式不容錯過 欸 修旦幾類 現場正在選購的 不就是男神修傑凱嗎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熱愛籃球 而且我經歷的是 Jordan的時期 然後有公牛隊時期 然後有Kobe的時期 到現在可能拉伯昂跟Curry 所以這些球衣隊伍來說 是很有經驗價值 跟很多的回憶在裡面 今年就是在明星賽 Jordan 公牛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明星賽之前 就在東區這邊開了一個快閃店 1988年Jordan參加明星賽 那個經典的從罰球線灌籃 那個經典畫面開始 來講一串這個明星賽的故事 店內特別設計MJ小角落致敬傳奇 而牆上搭配的這幾位球星 其實也別具意義 其實因為Jordan的球風 他影響了後面很多很多 非常了不起的球員 那比方說我們看這場地上面 就是有LeBron James Kobe Bryant 甚至Iverson跟O'Neal 後面這幾個很出色的球星 在2009年的明星賽 也全部同居一堂上場比賽 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機會 除了上述巧思 和明星賽經典款式 現場還有半人半神 Viz Carter的專屬區域 在NBA闖蕩22個年頭的他 帶來無數神奇灌籃 本季結束後就要高掛球鞋 球迷們可以抓緊機會 入手VC款當作紀念 快閃電即日起至2月16號 要興趣的朋友 趕緊來挑選你的新衣 YTV新聞 聊天王明妍採訪報導